蕭鴻竹教授 蕭鴻竹教授 他是在台灣是有名的那個 日本料理的小店的那個 專門教人家怎麼去設計這個餐點 非常那個有名的那個老師 那因為他講話他演講很精采 所以我不在讚揚太多的時間 我們就開始一個時間到 好謝謝我們行文蕭教授 謝謝 看一個大聲音 這聲音大家有聽 講台語 國語都可以 可以喔 聽得到 謝謝謝版主還有所有的工作人員 今天為我們籌備這一次的 謝謝 這一次的分享 要更感謝各位貴賓今天來 因為今天是假日 能夠來這邊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 我們今天的題目比較簡單 這是蘇果圓意交流在美洲 這個是我們本組的抬頭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食材 食材跟健康 那這食材跟健康每個人在 每個人在書上或是網路上 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識 跟應該要得到會得到的一些 現在分享的很多的嘗試 那我經過做了三十幾年以來 所要做的這些經歷想要分享給各位 食材最重要就是它的物理 跟它的種植方式 一般我們種植的方式都是 現在就是有機 有機就是沒有放農藥 大概 非有機就是怎樣 就是它加了有一些蟲 或是蝗蟲 或是土地不回貨 所以它必須要加一些非有機的一些回料 還有一些農藥 那我們可以知道 有機跟非有機 我們一聽就知道 它這塊土地是怎樣 是不回貨的 一聽馬上就知道 有機不一定回貨 你這土地如果不回貨的話 種出來的有機還是不好 還是沒有營養價值 所以這一點我們先理清楚 然後第三種呢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現在最流行的 這種種植的方法 我們人體所有的生物 最重要的就是能量 能量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能量 可是這個能量最主要的是從哪裡來 從太陽 從太陽來 那地球上最主要 可以吸收最有能量 吸收這些太陽能的是什麼 植物 也就是蔬果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吃素 吃菜 吃水果 吃什麼 這個就是最營養 那牛呢 像草食動物它就是吃什麼 吃這些最有能量的東西 來吸收 吸收了以後 在它體內 產生的Mega3 之後 雜食跟肉食 我們再去吃這個牛肉 或是吃其他的羊 我們一樣吸收到它的能量 那同樣的動物 所排泄出來的東西 再回到大地上 這樣子生生不息 玩玩相扣之下 產生的這種種植方式 這個就是現在最流行的 叫做多元種植 多元的方式 這個多元就是什麼 你養雞 養牛 養鴨 什麼種種可以 你要種菜種什麼也可以 然後它吃菜 那我們就是吃它 就是互相 互相有一個循環 用自然的方式 你如果放農藥 放什麼東西的話 只是增加它的漂亮 可是吸收到的能量 不一定會得到 預期的效果 這一點大家都事先大概 大概清楚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大概 講今天的課程之後 大家都可以 如果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做一些 我們來做一些交談 好不好 那首先呢 首先我這些經歷 我現在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在台灣有一個團隊 那這團隊有一個基金會 它幫助 所以 研發團隊裡面呢 所有的師傅 全部在各個餐廳裡面工作 那我今天很快的 不占大家的時間 就介紹台灣幾家料理 那這些料理 我為什麼要放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可以 從裡面的食材來分析 什麼東西最好 比如說湯怎麼煮 有一點離題 可是當然很重要 我們每天都在吃飯 對不對 每天都在做菜 那你們回去的湯應該怎麼煮 包括魚 生魚片 我去做日本料理 所以生魚片應該怎麼吃 不是活的先抓起來就吃 吃那是不好吃的 必須要讓它熟成 熟成 水果也是一樣熟成 水果的熟成 很簡單 就是七分熟 八分 九分 全熟 像我們在士氣裡面 你們都在士氣裡面 你們就吃不到 很少 除非你們自己家裡有種 如果吃到 你就知道說 原來十分熟識這樣子 那像水果裡面 整粒的水果 現在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這個水果 它都有熟成都不一樣 有上下 比較甜是哪一邊 大家可以猜猜看 向陽 向陽 還有呢 水 上面 都有它的價值觀 但是保持一個原則 回家自己試試看 這是我的經驗 二三十年 在1999年 時報週刊幫我訪問了 我在日本料理 他訪問了我們的圓花團隊 我可以跟他做了這一篇報導 這一篇報導 當時只二十萬 花出去了以後 很多師傅都 覺得這個是可取的 因為他們都實驗過 所以大家都互相的鼓勵 那最好的就是 日本帶著地球跑的一個雜誌 看到這個信息以後 專程從日本 跑到台灣來訪問 台灣第一家的日本料理 就是我們的日本料理 水果哪一邊甜 第一個地吸引力 果糖往下 所以大部分都是這樣 你不要驚奇 還有反過來不一樣的 第二個就是曬到太陽那裡會甜 第三個就是 因為尾部它成熟的比較久 你看一粒水果 它剛好從後面開始發展 發展到果地這邊 果地這邊都是比較酸 一般水果就是上下差一度 但是如果葡萄就不一樣 葡萄比較高甜度的那些葡萄 那有可能二十五度到三十度 二十五度到三十度 差五度 你知道一般來煮的紅豆湯 很甜對不對 紅豆湯是十八度而已 你看葡萄高達二十五度 你們如果有吃 那個王立貝老師帶來的那個 那個季風葡萄就知道 每一年它都有那個量 來分享給各位 我們是順道載到這邊來分享 不是在賣 市場超市買的會更貴 那這邊的話 它就是一個分享的方式 好 我現在大概介紹一下 這梅村日本料理大家知道 在橫陽路那邊 那這個料理 那個榮連森理事長 他是創辦人 他是創辦人 那它這個梅村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 那我們的圓花團隊也是在裡面 所以我們裡面的一些菜色 還有一些老師 全部提供了今天所有很多的資料來 那我今天要特別介紹他們就是 很多的菜色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回去台灣參考一下 這是他們的便當 然後這是他們的丼飯類 丼飯類就是一碗一碗 如果你不吃那麼多的話 你就吃丼飯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他教學 也就是說回去他也有考正班 就是餅級直到乙級直到都有 那裡面如果要做單樣菜也可以 然後這個就是中 西 日 甜點 全部都有 異國料理也有 那是餅級直到 那這是他們的菜色 這個他們的菜色 這個就是套餐 這個就是衡陽路的店面 這是我們的老式錢 這是鹽花 鹽花的總的部位 接下來第二家就是海壽司 那海壽司我曾經在那邊服務了十一年 服務了十一年 那裡面的菜色百分之八十五 就是我們鹽花團隊自己鹽花的 那這是大家看得出來是壽司 壽司 那上面的這些料 這是加上去的 這個叫做花式壽司 這是捲壽司之後 產生的一些變化 這是便當壽司 這裡是丼飯類 這是一碗一碗的 那這裡是沃壽司 這是他們的Menu 好 各位看一下 這些都是魚 蝦 魚 這是比木魚 好 今天我再介紹一下 可以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子我先講這個 插進去講 因為圖片剛好在這裡 講出來大家能夠分享一下 魚怎麼樣才會好吃 就是活活的魚 把它殺掉以後 切片 它只有甜味跟彈性口感 那要達到好吃 第一個 要經過什麼 經過它的變化 也就是裡面的氨基酸產生變化 那味道才會甜 才會美味 所以這一段期間 就是從我們生物 死掉以後 像魚釣起來之後 它會硬化 因為切氧 所以它的金纖維 它會硬化 它硬化的時候 每一條魚就會硬硬的 它不是冰 你沒有冰它一樣會硬 硬了之後 它的纖維又會因為酵素的關係 讓它軟化 軟化之後 這個過程 我們廚師叫做熟成 也就是要經過這個熟成 那尾魚你說 這麼大隻怎麼辦 三四百公斤 兩百多公斤 那兩百多公斤 它一樣會硬化 硬化之後 它一樣會軟 所以這個過程 要經過三天 那這三天 日本人稱為 黑尾魚稱為三天 它叫三天 就是黑尾魚的意思 就是這麼大的魚 要叫它三天 因為以前沒有冰箱 所以把它放在地底下 產生變化以後 再把它拖出來 然後再上 它就是身體上的 剛剛切氧完之後 因為生物上面有一個ATP 就是活力 那這個元氣沒有了以後 就會產生肉幹酸 那肉幹酸就會又 改變到赤王彪磷 那這一段期間之後 美味就出現了 但是達到美味的時候 接下來是怎樣 是腐敗 就是你不吃的話 就危險了 就會開始壞掉了 跟牛肉也一樣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有牛肉 牛肉一條牛殺了以後 它一樣要熟成 熟成有分為兩種 一種肝滑 一種絲滑 那肝滑的話 很簡單 就是把整隻半隻牛 把它吊起來 吊起來怎樣 吊起來就 就讓它產生一些 剛剛講的一些肉的變化 這樣多久 可能要兩個禮拜 或是半個 或是一個月 它在零度 零度左右 它沒有細菌 所以它不會繁殖 但是裡面的酵素 它會產生變化 那這個時候 它為什麼會這麼貴 因為這個時候 它經過這段期間熟成之後 它的體重 裡面的水分散掉以後 就少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一公斤變成了三分之二的牛肉 所以它價錢當然會比較高一點 那一種是絲滑 絲滑就是殺了以後 就整個把它包起來 絲滑又分了兩種 一種是怎樣 一種是包真空之後 冷藏三個月熟成 冷凍一年 半年到一年熟成 所以你們吃到的 如果是進口的牛肉 那都已經熟成了 那都已經熟成了 那等一下如果有機會的話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才能夠吃到 好吃的牛肉 那牛肉煎起來會跟五星級的飯店 主廚煎得一樣好吃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們美國這個地方 牛肉太多了 所以不懂的話太可惜了 然後這個就是海壽司炙燒的部分 這些都是經過火上面去噴的 然後這是金劍 然後這是手捲 然後這是生魚片 這是烤物 然後這是湯 那這湯的部分 我今天要講一個 煮湯 我們利用幾分鐘的時間 你們回去煮 煮湯不要放味精 不要放味精會甜美嗎 會 它煮的方式不一樣 只要放昆布跟柴魚就好了 為什麼說不用換味精 因為昆布就是味精 原始的味精 原始的味精 剛剛開始 發明味精的時候就是用昆布 那後來因為產量大 用大豆 現在產量更大了 全世界性的用什麼 用化學 所以為什麼人家講說 味精就不要吃那麼多 因為化學的東西變成什麼 它是調味料 它是食品 只要是食材可以多吃 食品的話就可以少吃 就必須要少吃 食品就是經過加工過了以後 為什麼加工過不能吃 每加工一次 它的營養成分就減少一部分 所以麵包 吐司 什麼麵粉做的東西 它都已經撕掉一些 某一部分的營養 米粉也是一樣 所以經過加工一次 它營養成分就減少一次 那吃原來的食材是最好 這是我們的鹽花 這是我 這是我們鹽花的項目 這是我們季節的菜單 我的名字叫蝦紅圖 等一下會再做一個介紹 然後第三家就是鱿魚壽司 各位如果有回台灣的話 可以吃 這家店的獨特 它是在不營業 但是有人預約它會開 因為它這家店 主要是幾家進口商的老闆 的廚房 所以你們吃到的東西 都是市面上還沒有出現的 是還沒有出現的食材 所以三家店各有 第一個 梅春它是吃什麼 傳統料理 第二個海壽司 它是吃一般的大眾的料理 可是它裡面的食材 你放心的吃 因為是我鹽花的 我在那邊鹽花的 我是用鹽死 包括從頭到尾 全部的湯頭到現在目前 我還規定不能夠改變 因為那個湯頭很重要 只有水 柴魚跟昆布 就這樣子 其他就是調味而已 味精什麼添加物都不要加 去做這些 那由於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預約以後它會幫你做菜 那價位也由你來決定 最重要的就是說 一對一 或是你約好了以後 它就有時間 師父跟你 不像外面的營業就是說 一個師父好幾百個人 客人一樣 有機會可以去參考一下 它的瓶魚你看 是五顆星的 五顆星的 當然那是客人的感覺 你們去吃吃看 可能也會失望也不一定 因為看它裡面的料理 怎樣 可能不配合你們 那裡面的 裡面沒什麼裝潢 菜色都是 失誤它自己訂 像在秋刀魚 九月份開始就日本的秋刀魚 誰可以吃生魚片的 它一定會進 這一定會進 這是秋刀魚 這是鮑魚 這是料理 這是丼飯類 如果你們不要吃套餐的話 可以吃丼飯 我們今天會講到一些蔬果 我們剛剛已經談到 所有的水果 水果好吃不好吃 我們要知道它的物理 我們今天知道它的物理 第一個 剛剛已經講過 就是你怎麼樣種植才會好吃 關係到你的土 你的土地 你的土地 你這個土地如果揮霍的話 種起來的水果一定是好吃 種起來的菜一定是美味 那你今天如果是 很貧瘠的土地 你種出來的菜 都會切少一些維生素 礦物質都會減少 那怎麼樣會好吃 很簡單 就是剛剛我講的 有些人沒來 我大概介紹一下 你這一塊土地 如果是自然成長的 那你一定會好吃 所以為什麼自然成長 你不要去放農藥 那你可以養雞 養鴨 養羊 養牛 都沒關係 讓牠們自然去吃草 然後自然去做一些回饋大地 那產出來的食材 那你也不要去刻意它 因為植物跟動物是相相生息 互相在一起的 你不要去拆散牠們 我們現在很多的農業專家 可以把它分開 蟲歸蟲 菜歸菜 蟲裡面不能有菜 菜裡面不能有蟲 他們本來就是在一起的 有蟲有什麼關係 你只要有雞的話 他會去吃它 所以漁物客漁物 那我們吃到的 總是我們想要吃的就好 這是自然融化種出來的藻子 你們都吃過 剛剛有人買過 這是乾的 這個是生的 生的摘下採集下來以後 曬兩個禮拜 就是變乾的 很簡單 剛剛有一個小姐問我 怎麼樣去曬它 放在你們這邊 加州的太陽是最好的 最有能量的地方 所以給它曬 曬兩個禮拜以後 軟硬度剛剛好就OK了 這樣我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有興趣就是藝術 藝術 我是畫國畫的 國畫曾經展覽過 謝謝 展覽過幾次 但是我沒有那麼專 因為我不是專門在畫 我只是業餘的 國立歷史博物館 曾經展覽過 展覽過以後 後來有一個協助單位 它發現了以後 這是我的名片 等一下有空 大家可以抄下我的電話 為什麼 因為如果有疑問的話 你們隨時都會打電話給我 或是王立貝老師那邊總窗口 你們有任何的問題在那邊 他有一個Facebook Facebook在這邊打進去以後 我們都會做同步的解答 電話是0952-802-345 這個是我的字 這個是我的字 這個是我的畫 這是我的經歷 在1998年 受搖進入中華當代名家 這是人家 因為我上次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之後 協助單位發現了這個以後 他就請我進去這個裡面 其實我因為大家都沒有時間 我的職業是廚師 所以我也沒有時間去做這個 後來在2013年的時候 我有一幅作品 從日本 日本有一個叫做亞洲的殿堂 他說這麼好的作品 可以不可以讓我們來放在書上 然後當時是仙台大地震 他說要震災 那這很好啊 可以這樣子 那是最好的 這個時候就是2013年 就把有一幅春江酒旅圖 就進入亞洲美術館 他印了以後 就昏花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進去以後 又有一個機會 法國的五大酒莊 他剛好是無痛 他剛好是每一年都會找一個畫家做他的酒標 那剛好他也看到這個 他又跟我聯絡說可以不可以這樣做 當然可以啊 結果2014年啊 就進入華國的五大酒莊 進入他的酒標 以上是我的介紹 那這一位是故宮博物院彭明珠院長 現在現任的院長跟他合照 因為他很欣賞 對不起 他很欣賞我這個畫 這個畫在北宋 才能夠畫這種畫出來 現在的人不會畫 各位如果有機會想要朝這一方面的話 可以提供一些知識 因為這個畫還要照紙 把那個紙照過 好 簡單的這樣介紹我自己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健康 剛剛的食材最簡單的一句話就是 你找到天然的食材 然後這個是從哪邊種出來的 好的土地種出來 你不要有回料 不要有一些其他的 一些譬如說農藥之類的藥物 純粹是自然的種化 對 自然的農作 多元方式 生產 這是食材的來源 那怎麼樣去吃它 這個又有問題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都有一個年紀了 然後我們在吃東西 有些人吃了會不會胃酸 會 有些人不知道吃什麼 都會胃酸很奇怪 胃酸就會怎麼樣 就要趕快去吃胃藥對不對 其實胃藥不用吃那麼多 你要先找一下 到底什麼原因產生這種現象 因為胃酸就是因為你裡面 本來的胃酸不夠 為什麼你本來的胃酸不夠 因為你吃的東西不符合人體內 所謂人體的生理化學運作 你頭腦想吃什麼 事實上你身體不是要吃這個 但是我們現在的人 拼命都是往這一方面去吃 譬如說我希望吃一些有營養的 可是你這樣有營養 可是不養生啊 你拼命去吃養生 可是養生對身體 當時 什麼叫做生化作用 生化作用就是每個人 譬如說我跟你 或是你跟誰 跟小朋友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一樣 我吃細胺會胃酸 別人吃細胺不會 我喝牛奶有問題 別人不會 乳酸菌有一些問題 他們可以克服 但是我不能克服 我也不能喝酒 喝酒會怎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些人連續喝三天三夜 都不會怎樣 最重要就是我們身體上 所有的器官你要給它有能量 有能量 那這個能量要從哪裡來 從你的營養的食材開始 這樣大家明白 聽得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們今天的課程其實很簡單 這答案也很沒有那麼複雜 你只要吃對的東西 把東西吃對了 那這個食材 我剛剛有講過 你有機 有機不代表是有營養 因為有機 譬如說這個已經過時了 有機的食材 不會比現在沒有有機 種出來的還好 它只是有機而已 可是營養價值不一定會很好 肉也是一樣 但是你會有一個疑問就是 這個肉現在市面上超市買的 每一樣都不及格 聽起來好像每一樣都不及格 對不對 確實是這樣子 你看全部都吃飼料 能夠吃綠色的草的動物 牛 羊 這些它身上自己會產生MEGA3 MEGA3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好處 MEGA3就是組合我們的一些細胞 那這些細胞會產生一些 鞏固我們身體不會有病變 它會抗癌作用 所以我們很重要 這個MEGA3要吸收到 那這吸收到 如果我們吃到 全部是用飼料養的 牛 雞 羊 那你就得不到這些元素 你只有得到什麼 只有得到蛋白質而已 所以我們吃的只是吃蛋白質 只是肚子不會餓 可是累積下來 身體可能會發現什麼狀況 不知道 因為生化作用 每個人不同 簡單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要活得很愉快 只有幾個字記下來 吃原來的食材 精衡飲食 七分飽 不要去限制你 我吃這個 吃那個 吃這個 吃那個 那個是用你的頭腦去吃 事實上你的身體不是這樣子 無論如何 你怎麼吃 包括很多現在的人 吃鹼性 酸性 什麼東西 你到肚子裡面 它全部把你中和 你吃鹼性 它也把你中和 你吃酸性 它也把你中和 你吃酸性 所以你不是吃酸性多一點 你就全部身體 全部變鹼性 不是 那個就不合乎身體的 生理化學運作 所以這生理化學運作 是有史以來已經好幾十萬年 它變變變 變到現在很完整 怎麼樣很完整 打個比如 我今天只有吃菜脯 吃稀飯 到九十歲 配導入 我一樣活得好好 為什麼會活 因為它裡面的機能 它自動會去調整 只是說營養沒有那麼好 大家了解我講的意思嗎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個不一定是對 可是這個理論是大家 可以參考之後來討論的 每個人都在爭執這些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埃吉斯某人 在很北極的地方 他是 前年都是下雪的 他吃的是什麼 腐敗的肉 他的肉都是炒掉的 可是他活得好好的 你去看看他們的人 有沒有人牙齒壞掉了 很少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牙齒壞掉 為什麼牙齒不會壞掉 營養應該切少很多 對不對 可是他們不會 因為生理的化學運作 給他們支持 你要吃什麼 它就會產生一些變化 所以你肉吃下去 你肉吃多了 它會不會長一塊肉出來 不會 你油吃多一點 它會不會長胖一點 也不會 但是 你糖吃多的 你有可能變胖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看 黃先生的書都是這樣子 網路上也講了一大堆 就是血糖身高 糖分增加 糖分增加 它身體裡面的變化 它就會產生一些囤積 譬如說它的能量池裡面 你吃下去以後的東西 全部變成化學一個燃料 叫做以細補煤 那產生了之後 它才進入能量池 那這個能量池 如果滿出來的 多的這個部分 譬如說能量池是10分 可是你吃了15分 多出來5分 那這個是荷爾蒙來 它去想 要怎麼樣把它變成能量 對我們身體比較好處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脂肪 因為脂肪一卡等於 等於碳水化學物9卡 這麼多 所以它儲存 就是應該用什麼 用脂肪來儲存 萬一你需要的時候 它才拿出來比較好 比較難用 所以變成什麼 這邊比較胖 這邊有肉 屁股大大的 就是這樣 囤積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 各位如果要保持 像你們現在講這些 對你們來講好像沒有用 因為每個人身材都很好 我看看 每個人都保持得很好 最重要的就是 精衡飲食 七分飽 這個七分飽三個字 多大的效率 你知道 我相信你們以前 一定是 一定是有一番 有一番的努力奮鬥 那個精神 不是我們這個年紀可以想像 所以一定是超越我們 那我們的下一代更不可能 因為他們現在是 週休二日對不對 然後動不動就要休息 然後薪水又要高 離家比較近一點 對不對 這是最好的 以前你們不是 你們帶你們來美國 那怎麼可能這樣子 有今天的成就 來這邊聽課 那一定會經過很多的努力 奮鬥 剛剛講到這個 就是 我們所有吃的東西 只要是吃到原型的食物 叫做食材 不要去吃食品 食品就是加工過了 只要吃到原型 來源是好的 這些食材 然後再加上 你不要吃那麼多 這七分飽 七分飽 我剛剛談到的 七分飽很重要 對不對 你吃到全飽 就是我一天 本來八小時的工作量對不對 那我現在把大家累積到十二個小時的工作量 同樣的意思 就是說我本來七分飽 就是八個小時的工作量對不對 讓你的胃不會負擔那麼多 可是你今天變成什麼 給他吃到十分飽 十分飽變成什麼 我今天工作量給你安排了十二個小時 那你幾乎沒有時間休息啊 好 洗洗澡睡覺 第二天起來又洗洗澡睡覺 這樣子一年過一年 久了以後會怎樣 會疲勞 會生病 所以慢性病就出現 所以如果不餓的時候 要不要吃飯 不要吃飯 不要吃飯 這個三餐是誰規定的 沒有人規定吃三餐 只是說三餐這個生理的化學運作 可能會到肚子餓的時候 但是你如果肚子不餓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吃啊 有些人會餓得發抖 有沒有聽過 餓得發抖 以前我也是這樣子 甚至於旁邊 聽說餓的時候血糖會降低 所以趕快身上帶一個巧克力 或是什麼樣 就餓的時候趕快拿出來吃 血糖就會升高 血糖為什麼會升高 我們講一下這個 分享一下這個 你們就知道說不要去吃糖分太多的東西 糖分太多的東西就是 碳水化合物全部是糖類 全部是化為糖類 什麼叫碳水化合物 米 飯 菜 麵包 糖果 水果 這些有甜分的東西 跟進類的東西 像蘿蔔 紅蘿蔔 全部都是碳水化合物裡面有一些成分 所以你吃多了以後 它糖分就會轉變為糖 那轉變為糖到了身體以後 到肚子裡面它就會血糖升高 當你開始運作的時候 血糖就會升高 血糖升高 胰島素 胰臟的胰島素就會跑出來 跑出來會把它降壓下去 就會把細胞 你的細胞打開以後 趕快把血糖分散 讓它下降 它下降以後 它又下得太低 就會變成什麼 你的腎上的胰島 腎上腺又會吐出來 又把它升高 那你一天到晚 就在上上下下 這個叫做增加你的工作量 沒有必要 所以你糖少吃一點就好了 我喜歡吃怎麼辦 沒關係 你給它分 譬如說我飯後吃一點水果 這水果 台灣的水果跟這邊的水果 這邊的水果甜度相當的高 所以現在的水果 可以 以前人家講多吃水果 為什麼 因為幫助消化 它有纖維 它有水分 現在少吃一點 因為它糖分太高了 對 所以才會這樣子陣陣浪浪 影響你的身體 影響你的身體 所以三大營養素 碳水化合物加 碳水化合物 油脂跟蛋白質 這三種 你要平均地吃 你千萬不要分開 我全部都吃素 全部都吃飯 然後這個飯就吃少一點 這個肉就吃少一點 那油脂也不吃 因為這個油脂很重要 你今天如果沒有不吃 你今天不吃的話 會影響你很多的發展 譬如說我們頭腦裡面 百分之六十是油脂 我們的腦細胞 那你不吃油的話 看起來沒事 可是你怎麼知道 生理化學運作 它缺少了什麼 今天如果缺少油 有什麼病變 跟各位講 身體上很多的血管對不對 血管會有微血管對不對 微血管它就吃下去 如果你少油的話 如果你再吃多一點糖的話 它就會變酸性 酸性以後 血管壁就會變薄 它會慢慢的薄慢慢的 這個時候 又需要膽固醇來修復 但是膽固醇 你又不吃油 沒有膽固醇那怎麼辦 直接從你的骨頭的骨髓抽出來補 補完之後 你又沒有增加油脂 鈣質你增加也不吃油 它帶不走 所以你喝牛奶喝再多也沒有用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它就變成 裡面的鈣質就跑不回去 跑不回去就怎樣 你看到很多人牙齒 動不動就斷掉了 怎麼從中間斷掉呢 牙根沒斷就牙齒斷掉 那骨頭我稍微一點摔一下 卡一下 我手就斷掉了 奇怪 骨頭疏鬆症 為什麼它會疏鬆症 因為缺鈣 為什麼會缺鈣 因為你缺油 原因這麼簡單 就是一直往後退 就好像你的食材 你吃的 我明明吃很好啊 雞下魚肉什麼都吃啊 可是你吃的來源不對 來源不對就會產生什麼 產生一些病變 跟蔬果一樣 比如說你今天買 你今天那個 王老師帶來的那個紅棗 它就是用 自然的成長方式 它沒有放農藥 那你吃的這個紅棗 對你就有好處 你今天如果是市面上有紅棗 有加其他的 你吃下去可能是這樣 我們不是在吃食材 是在吃殘餘的一些回料 或是農藥 這樣子大概介紹一下 這個食品跟健康 各位 各位我想應該是問題 比較好發揮 因為我講這麼多 對大家來講 如果你們的問題 沒有問出來的話 得不到真正的答案 那我把這 因為時間只有一個小時 我把這個十分鐘的時間 留給大家來發問 請問一下牛排 從Costco買回來 或者送過來 為什麼煎或是烤 都會出血水 這個很好的問題 這個問題 非常的重要 你剛剛有談到 本來就要講的 你肉要煎 煎到跟五星級主廚一樣 好吃 提高它的極速 你買的一般肉 煎起來還是香的 第一個 要把血吸乾 血吸乾 為什麼要吸乾 因為每一種 包括我們在做生意片 我們在做生意片的時候 那個魚肉 你如果生得起下來 馬上切給客人吃 它裡面有一些微血管 對不對 魚一樣有微血管 那微血管就會產生它的味道 所以會產生它的甜味 它的什麼魚就是什麼味道 很好吃得出來 可是這個時候 不代表美味 因為它還沒有變化 剛剛有講到 肉產生的肉乾酸 然後再產生的赤王標靈 那這個段期間以後 它就是算熟成 那這個熟成就是 這個肉 你從超市買回來 你看看 濕搭搭的 有血水的 新鮮 不要急著吃 你直接買回來以後 用那個插手紙把它吸 吸乾了以後 放在冰箱裡面 讓它跟空氣接觸 所有的美味 全部在空氣的接觸 你今天如果不接觸空氣 它不會產生美味 所以讓它接觸 接觸之後 大概一個晚上之後 它的血都已經被吸光了 所以它裡面 它自然會去調整 調整到發酵 發酵了以後 你第二天拿起來 就直接煎 它就比較不會出血 因為你不出血的話 它煎起來 就會有香氣 美味就會出現 那煎又有一個問題了 煎又有一個問題 這個給我關掉 煎又有一個問題 這個煎怎麼煎呢 你第一個鍋子 要熱不熱都沒關係 你開火肉下去 同時下去 或是大火下去 通通可以 但是重點是 每十五秒鐘翻一次 這個又是打破傳統 跟我們廚師做這麼久了 有些廚師 要兩分三十秒才可以翻 兩分三十秒才可以翻 為什麼 要把肉味甜美的滋味鎖住 鎖在裡面 不需要鎖在裡面 它肉裡面的美味 是在成熟的過程 如果已經美味就是美味了 不需要鎖在裡面 這個時候 大火小火都不管它 反正你就十五秒鐘翻一次 換到什麼顏色 換到跟你們的頭髮一樣的顏色 Brown的顏色 就好像這個桌子的顏色 那個桌子的顏色 有一點咖啡色 咖啡色如果深一點的話 它就比較會 香氣會比較出來 如果淺一點那也沒關係 反正煎到那個顏色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因為蛋白質的東西 只要噴到高溫 它馬上就緊縮 那緊縮之後 它就會硬化 它就會硬化 那硬化會不會再回來 短期間不會再回來 你要用什麼東西 讓它恢復軟化 要蹲 就是時間要再久一點才能夠 像我們在乳牛筋 它才會軟化 要不然它不會軟化 但是我們不要蹲 我們只要煎 那怎麼辦 那只有慢溫 慢溫 15秒鐘翻一次 15秒鐘翻一次 你說換到什麼程度 換到你暗暗看 或是有時候你把它切切看 一般來講 表面如果成Brown淺咖啡色 就已經很棒了 就已經很棒 就把它關掉 就已經很棒了 這個時候煎好 你看顏色差不多了 你就把它移到旁邊去 移到旁邊 你會發現 它一樣會有粗一點血水 我的做法是這樣子 翻 剛剛這樣子翻對不對 那翻到差不多 摸起來也差不多軟 這時候移到旁邊 等客人來了之後 我的牛排是這樣做 因為我以前是做鐵板燒 再把它拿出來切割 切割你看裡面還是紅的 這個時候直接炒 那前面那個重要的步驟 你做完之後 你現在炒只是加味 把美味加進去 那加進去之後 客人吃到的是 暖嫩多汁又甜美 就變這樣子 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樣聽得懂嗎 我講就是 就是要用 不要用太高溫 一下子 這麼久 然後再翻面 不用 你即使是高溫的話 你換下去一樣 15秒鐘翻一次 15秒鐘翻一次 你如果中溫的話 你也是這樣子翻 只是次數翻得多一點而已 這個就是中溫熟成 在西餐裡面所講的 你看西餐那個真空包裝的牛肉 豬肉 鴨肉 真空包裝以後 放在水裡面 然後保持70度這樣子煮 煮半個小時出來 那個肉切開 裡面是粉紅色 一樣的道理 好 像你講那個牛排 一般好像電視上 比較好都是要很高溫 然後就是瞬間的把它 seal住那個汁 它才不會流出來 對對對 你剛剛 一開始講的是說 不用那麼高溫 對 你可以試著這個理論 因為我講的不一定正確 我們來用科學的方式去應徵 你今天到超市買兩塊牛排 這樣子做 然後放在旁邊 等十分鐘以後 你把它切開來吃看看 如果說還是差不多的話 好 這兩塊牛排 你給它放在旁邊一個小時 再吃吃看 問題就出現 你剛剛的那個強溫煮的是硬的 你在講說 你可以低溫 是不是因為你已經 先放在冰箱一陣子 讓它血水都流掉了 所以那個juice才不會流那麼多出來 跟那個也沒有什麼關係 跟那個也沒有關係 那個意思就是說 那個血水的問題 可是現在是豬 煮的關係 煮的關係 如果你高溫的話 它那個蛋白質 這個肌肉 它就會很快緊縮 我再講一個例子 豬肝 大家吃過了 豬肝怎麼樣煮都是硬的 怎麼樣煮才會軟 才會好吃 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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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要灌粉 要怎麼辦 好 這是沾粉 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豬肝回去以後 你切片 不管是薄片厚片 你全部切 切完之後 冷水 下去 開火 然後保持中溫 什麼叫中溫 就是你鍋子底下 有小氣泡的時候 你不要讓它大滾 就是你看到有氣泡 你就保持那個氣泡 水溫而已 你手可以放下去 忍耐的度數 叫做六十度 你手上放 還不起來 那六十度 就是有一點氣泡 那時候你豬肝下去 你就給它 和來和去 它每一個都變色了 已經成形了 好 這個拿起來沖冷水 沖冷水 放在旁邊 等一下先生回來了 或是太太回來了 想要來一個炒豬肝 把這個拿起來 就跟蔥 下去炒 或是要加一個 tomato也可以 下去炒 炒完了以後 你炒多久 這豬肝都不是硬的 因為它已經成形了 對 所以你粉也不用加 還可以先成粉 夜底的時候 先生會給你拍拍手 今天想粉不錯 我問一個問題 那個 康姆 你說要用那個湯 對不對 那個新鮮湯 那康姆是新鮮買 先乾的買回來 要洗過還是要泡過 很好的問題 這個是專業性的 你問到這邊以後 如果等一下出去 你就變成廚師了 我再介紹一下 這個昆布 我們這邊不能畫 我們這邊大概用手畫 昆布是從海底下長出來 對不對 下面不是有根茎嗎 對不對 上面是葉子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稱作五點份 下面 越下面越貴 越高級 你到迪華街也買不到 在上面 買整條 那運氣好 那不錯 對 好 它上面是葉便宜 所以它的價值是在下面 通通沒關係 往前來了整包之後 它會曬乾 曬乾以後 上面不是有白白的嗎 對不對 昆布那些白白的 有些人說要洗掉 有些人不要洗掉 那些不要洗掉 不要洗掉 上面有灰塵要擦掉 曬的時候會有灰塵 把它擦掉 如果你要沖水的話 你大概沖一下趕快起來 全部不要用刷的 因為它的好吃甜美 全部是在白色那個地方 大家有吃過 接著又要來了柿子 有沒有 柿子上面 柿乾不是有白白的嗎 那上面就是乾露糖醇 那個就是吉田教授以前 回去日本 在日本的時候他回家 他太太煮了一碗湯給他喝 他喝了以後 其實很甜美 結果他就問他太太怎麼煮 他說我只有放這個這個這個 其中有一個就是海帶 海帶他就去研究 結果被他研究出來 昆布裡面有一個世界公認的苦味 什麼東西 通通沒有 它是鮮味 鮮的味道 鮮味像什麼 大家知道吧 像味精 這個味精很鮮嘛對不對 你湯裡面加一點味精的很好喝啊 對不對 可是天然的味精就是昆布 所以你們下次 那味精回家以後 先把它打包 真空包裝放在旁邊 不要用 買昆布回來 煮湯的時候丟一塊進去 我滷東西很簡單 滷牛肉 滷豬肉滷豬腳滷什麼東西 甚至鴨子也不錯 全部一鍋水 昆布下去 柴魚下去 那你要滷什麼肉下去 像我的牛排 要滷的牛排就直接下去 這樣煮小火 小火關掉 小火等它滾了以後關掉 然後再小火等它滾了以後關掉 這樣子大概三次 它就已經爛了 那這個時候它裡面味道 就是那個鮮甜味已經進去了 這個時候拿出來切塊 把那個湯煮牛肉麵 什麼東西好吃的不得了 各位回去可以試試看 所以很簡單 簡單的變化 沒有什麼特別的 牛肉在冰箱給它出血水的時候 要不要用保鮮網烘處 還是不要烘處 你要蓋 一般來講我們都會蓋 那你要蓋的話就把它刺動 因為我們冰箱的管理 老實講 我們家庭冰箱的管理太豐富了 裡面水果蔬菜什麼味道都有 尤其是有的雞蛋還沒有洗就放進去了 所以雞蛋它有產生什麼 產生不一樣的 有一些可能會有一些傳染細菌 就會產生病變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注意 所以稍微蓋一下 用毛巾或插手紙蓋一下 最好是讓它空氣可以 因為它空氣碰到肉 它那個牛肉就會產生美味 還剩下幾分鐘 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還剩下幾分鐘 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鑑橘 有一天用用來消耗消耗 然後以後就開花 就是打不截止 什麼東西 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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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會開花 就不會剪一個一個 就是每個都開花 這個要請教專家 等一下我請教專家 因為我是料理 料理 因為這個研藝的專家 他會給你回答這些問題 這可能是氣候的關係 或是怎樣 我那天有在舊金山 聽 在美國有沒有沒專家 美國還沒有 為什麼要不要 因為他自在教學 自在教育 不再賺錢 可能啦 海壽司也是一樣 你們趕快上網 海壽司來我們美國開家 真的喔 沒有沒有 我是說趕快給他push 很舒服 這樣子跟他開戰 對啊 對啊 海壽司因為老闆 老闆他的理念 我們的司總經理 司文貞總經理 還有連顧問 他們的想法 不是以賺錢為主 雖然每個企業 都以獲利為主 可是每一年賺錢 都把這個錢做平衡 也就是回歸給客人 所以全部是在研花 全部拿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的研花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貨 研究還有發展 還有一些不一樣的 因為我 因為研花就是 什麼叫研花 研花就是研究花展 那這個研究花展很重要 你今天如果沒有這樣子做的話 你永遠是在研風不動 研風不動 你一定要跳出去 所以研花第一個 就是要打破傳統 就是要把你現在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弄掉 你知道愛迪生有一次 就是他的工作是濕火 那濕火怎麼辦 他小孩子說 爸爸你還在這裡 趕快救火 他說沒關係 全部燒掉 燒掉才有新的 要不然我想不出新的東西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們是一個學校 你不是在餐廳嗎 我本來是在餐廳 在總公司做研花的工作 那現在退機幕後 就是 學校如果需要 或是餐廳需要 我們就是 研花的一個 沒有再開餐廳 對對對 研花的一個 學校在教學生 就是有沒有請外面的人 就是說可以來試吃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都有發表會 當我們每一季菜單弄完了以後 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研花不算數 自己研花只是我認為 可是觀眾喜歡吃什麼 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會新聞媒體 或是會發給已經來的 因為我們有貴賓卡 有人在聯絡電話 我們會跟他們連線 就是說我們有季節上的菜單 是不是可以過來參考一下 給我們一個意見 我們每一季都會這樣子做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很多人都告訴我們說 少吃生魚片因為有寄生蟲 那到底實相是什麼 沒錯 生物裡面都有寄生蟲 包括我們人都會有病進一樣 尤其是鮭魚 為什麼日本人他生魚片 日本人生魚片他不吃鮭魚 你看到鮭魚他永遠不會點 因為他知道鮭魚上面最多的寄生蟲 所以你們在美國 像你們這邊 他就有一個 師傅他們自己有一個默契 冷凍三天 把那個蟲殺掉 那個蟲也是蛋白質 有蟲的東西好不好 當然是好 蛋白質 可是他不要寄生在我的肚子裡面 他變蛋白質讓我消化可以 那就是要煮熟吧 煮熟就好了 但是生魚片不能煮熟 生魚片不能煮熟 所以我們要用低溫把它殺進 殺完進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享用 所以我們現在人還是有一個習慣 我們現在用炙燒的 其實生魚片一定要去說 比較貴的地方比較新鮮的 還是說很多buffet也有生魚片那些 那個不能吃 生魚片的吃完 剛剛有跟各位報告過 就是說這個生魚片什麼樣好吃 不代表說新鮮就是好吃 它必須要經過熟成之後才會美味 產生一些肉乾酸的甜味 胺基酸變化以後 它才會有變化 那你說要到哪裡吃 你看看這一家餐廳如果很乾淨的話 我想應該是沒問題 生魚片最怕的就是說 它的工作環境有一些髒亂 那它的 它的環境可能會造成一些交叉污染 像你講的熟成放那麼久 會不會又產生好多細菌 那個就是腐敗 我們剛剛講的 經過一段期間以後 生物死掉以後 它細胞切氧 切氧以後 精纖維它就會變硬 它就是叫做死後僵直 那死後僵直之後 裡面會發酵 它肌肉裡面會發酵 發酵之後 又會讓肌肉軟化 那軟化之後 它就開始成熟 它那個時候是最好吃的 一公斤的魚 譬如說我釣起來 這是一條一公斤的魚 要一天 那我想請問 那個最好吃的時間是多久 好 一公斤的魚釣起來 它僵硬了對不對 僵硬之後再軟化對不對 那你放在冰箱裡面一天 那這個時候它肉裡面肉幹酸就出現 魚在活的時候 它肉幹酸沒有很少 可是它死掉以後 產生一些變化 當僵直了以後 再變成軟化以後 它肉幹酸就出現了 那這個時候就好吃 所以你保持一個 一公斤的魚一天 兩公斤的魚這麼大 兩天 它那個馬骨肉 兩百多 尾魚 兩百多公斤對不對 所以日本人稱為三天 那三天那時候是最好吃 它可以 last 多久 那段 如果那個電它賣不出去 它繼續賣 那個肉不就變火化了嗎 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冷凍 所以你要 這個時候 它店裡面就會產生 比較油的地方 就拿去冷凍 不會壞 比較瘦的地方 就趕快 做龍布里 或什麼飯 就趕快切出去 或是有同行藥的話 就趕快賣給它 但是 一家店裡面 近了一條 兩百多公斤的魚 我相信它有 這個能耐把它賣完 如果它沒賣完的話 它一定有 像我們有九家店 我們一天就幾支 幾支鮭魚 最早一天要七支鮭魚 還不夠用 所以你進多少量 你就會賣多少 但是你講一天兩天三天 這個放的過程是在 冰箱 冰箱多少度 冰箱一般來講 我們家裡的冰箱 大概是在五度 在五度 那冰箱生長最多的是 從七度開始到六十度 這個溫層 它最容易繁殖 有些冰箱 在低溫下 它一樣生存 有些冰箱 你給它超過一百度 超過一百度 它一樣生存 所以那是少數 但是一般來講 就是七度到六十度中間 你怎樣保持這個 就好像菜 菜 我們 我再講一個 七度到六十是 是華視嗎 對 華 攝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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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時間 夠嗎 沒了 好 那謝謝各位 如果有疑問的話 我們等一下 下課以後 再跟各位報告 謝謝